903廣播劇 歐陽志強 第158集 超級市場 剛剛坐貨車去新屋的時候 臨入獅子山隧道的時候 收到志強的WhatsApp 他問我需不需要幫忙 還想陪我去超市買些日用品 幫忙就真的不用了 雖然他的名字叫志強 但他跟我一樣 都在他藥質裡留 要搬幾箱東西 都一定有難度 所以我約了他在超市等 叫他陪我購物 我就把幾箱放上屋 然後再回去找他 喂 喂 等了很久嗎 是啊 你要補償給我 你想怎樣補 好啊你上 我要上素飲品 零食 你給錢 行了 好了 走吧 好耶 先拿一輛車 Let's go 喂呀你不要站上去 很多人看著你 滑板車 看著我是因為我滑得好 是啊 等一下你炒車更多人看 放心 炒車我一定會拉 一起炒 對了 你是不是放了東西上去 放了 加了錢給師傅 叫他幫我搬上去 蛤?你不叫我? 大姐 你這個名名而已 你猜你真的是男人嗎 那幾箱東西 連我哥哥也要分兩次搬 還要搬到嘴唇都白了 對呀我們兩個女人搬 搬到天亮都像 唉 我哪有說親自下場 我不斷電一下男人 馬上過來幫忙 唉 早知道早點叫你過來 現在還虧了 剛剛和志強和好的時候 還有一點尷尬的 但是現在已經變回以前 他串我我讓他 我摸一下他 他又不讓我這樣 我們好像已經找回 那個相處的模式 最近 我看了一句句子說 吵架吵不走的朋友 才可以做一輩子的朋友 那我和志強 我吵走了他 但他又回來 會不會都當吵架吵不走 都可以當一輩子的朋友呢 喂 你是不是看了房子 是不是真的好大好漂亮的 蛤 不停看了看而已 嗯 OK啦 都挺大的 還有是我喜歡的白色牆 那你不就很開心 但是 開心得來又有點擔心 擔心些什麼 擔心他們太髒 白牆面黑牆 不是 看過說他們不髒的 那我剛剛放東西上去的時候 都看過一下 又真的不算髒 喂呀 你怕不怕生活習慣很不同的 那 預料的了 三百元 其他東西就忍一下 你有沒有聽過 什麼 他們開完大 用的廁紙是不會沖到廁所 是會放進垃圾桶裡面的 不是嗎 不要嚇我 還有 他們浪衫會四處浪的 浪在曬不到的地方 令整個房間很大 好臭 不要再笑了 不要再笑了 我不想聽 你上去 記得在自己的個人物品上 黏著不准使用 不用呀 他們會很厚面皮 偷了你的東西 搶了你的東西 來用的 守衛自己的東西 不要被人搶 志強 我可不可以問你一條 很無聊的問題 無緣無故又這麼認真 你之前 是不是跟Paco有些東西 蛤 對 對 你說的全都對 我的動作常常容易 讓人無悔 快用 輕輕在我臉上簽個名 讓全宇宙都知道 我是你的誰 越來越愛 愛 早上都來床的星期天 愛 下午沙發上的電影院 愛 緩緩牽著手的光 著聊天 愛 夜晚搖耳朵 我的幸福纏綿 想當你隔壁家的 Supermarket 二十四小時都歡迎光臨 有莫風吹 無相當供應 任老人員都是特家庭 想當你一個人的 Supermarket 你擔心的人都不准靠近 幸福快樂 滿意在胸底 預定真愛 保護無限期 我內心的那個小孩 會快快成長 讓你放心的依賴 很帥 很帥 很天才 第158集 超級市場 歐陽寧是歐陽 司徒智強是智強 吵架都罵不走的朋友 之後就會打風都打不掉 那就friend一輩子了 我相信的 如果你都有這個朋友 上來我的Facebook page 歐陽寧酷歐陽 Tag他出來 我相信的 你絕對 是你 我相信的 你絕對 幸福快樂 滿意在胸底 預定真愛 保護先 請 歐陽之強 一呼一吸 雙生雙客 MING PAO TORONTO